翟小川与方硕,针对广东红眼昨晚在官微的发言,篮球比赛不应该有这种动作,开启了正面的回应。 翟小川,你一个官微,你说点积极向上的幸福,而松硕的果道就更厉害了,上赛金半决赛掏荡的时候,我们俱乐部说什么了吗? 看来,翟小川与方硕针对广东红眼官微的发言是极其的不满,也难怪,这件事有被他们恶意炒作的嫌疑。 是,在比赛的最后时刻,王小辉的身体行为的确是不应该,但你一个官微这么快就跳出来去攻击一名球员,这的确是不合适。 你这是在为两家俱乐部拉仇恨呢? 方硕说的的确没错,在上个赛季,曾凡日掏荡的时候,守空南岚的官微的确是没有发表过针对此事的言论,而且,你广东对待上个赛季的恶意攻击行为还少吗? 随后,守空南岚官微就在今天凌晨1点14分发表了言论,桥归桥,路归路,听得了质疑,经历起摔打,热爱无疑,拼搏不变。 守空南岚这句话的意思就非常值得耐人寻味了。 然而针对此事,我的看法是这样的,双方都应该冷静下来,稀释凌人,事情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,不能在网上开启嘴炮模式,毕竟,这样的做法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种伤害,对此,你们怎么看呢? ,我们怎么看呢?